我們第一道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這兩天跑到日本去訪問了 那麼他要不要選總統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一直在討論 他最近改口了 他說本來是6月啦 現在8月在決定啦 然後市面上有很多媒體做的民調 其實柯文哲具備相當程度的一個競爭力 就是說他的支持度一直撐在一個地方 有可能會漲 有可能會跌 不知道 但是他看起來是有一個基本盤 就是27%在那個地方 那所以我想請教嘉瑜 因為嘉瑜跟柯文哲市長蠻熟的啦 就是說你怎麼觀察他到底選跟不選這件事情 他現在到底在考慮什麼東西 那他因為在網路上面的確很強悍 他對於年輕選票的吸納的能力很厲害 很多人望塵莫及 可是他仍然缺乏的是陸軍 他有空軍沒陸軍 這對他來說怎麼辦呢 對 也就是說總統大選畢竟跟台北市長選舉 還是有很大的不一樣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辦法說 全台灣都有組織動員的能力的話 其實對總統大選來講也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柯文哲也知道說他現在的這個民調的優勢 就在於年輕人對他的支持度是非常鐵的 也就是說這一塊幾乎是沒有辦法轉移 也沒有辦法去被別人拉走的 所以他光是有這一塊的支持度 其實就已經足以去跟國民兩黨來這個 並駕齊驅 很厲害耶 所以這就是他 因為其實你看柯文哲在很多議題的操作 其實都是對年輕人的胃 也就是說年輕人就是吃柯文哲這一套 那你說國民兩黨的政治人物 你再怎麼努力 年輕人就覺得演得不像 就覺得你是裝的 你是演的 所以這樣子是沒有辦法拿到年輕人的支持 那但是就柯文哲的考量 當然就是看國民兩黨現在第一個誰出來選 第二個就是說 在兩個現在都內鬥 而且不團結的情況之下 雙方的支持者都有可能去把柯文哲當作是第二選擇 也就是說他們心裡的第一人選沒有出來的時候 如果這些人願意轉而支持柯文哲 那柯文哲將是最大的贏家 所以柯文哲其實也在看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現在的整個初選的狀況之下 不管是韓國瑜或郭台銘的支持者 都有一部分會把柯文哲當第二選擇 同樣對民進黨也有這樣的狀況 那所以當他們心目中的最佳人選沒有出來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因而奮而 就是去投給柯文哲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對柯文哲來講 如果都能夠吸納到這兩股力量的話 那柯文哲現在的民調雖然是二幾% 可是有一部分是隱藏起來的 這些隱藏的民調可能現在是在 韓國瑜或郭台銘或是蔡英文其他人的身上 但是等到確定人選出來之後 可能又回歸到柯文哲 所以正是等到候選人底定的時候 我認為柯文哲的民調可以再加個3到5% 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可是剛剛嘉瑜講的就是說 有些人他的這個選票的 目前看起來民調可能是在藍的 或者是在綠的身上 然後等到確定了之後 反而回到柯文哲身上 可是可能不能反過來講說 現在因為兩邊都在亂打 很討厭 吵死了 很焦慮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是高估了柯文哲 等到兩邊都確定了 這些 留到柯這邊的 反而是會回到藍綠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完全取決於藍綠兩黨到底廝殺得多激烈 如果藍綠兩黨還能夠保持理性愛與包容 好好地選出各黨的候選人 我覺得 會把柯文哲的票給吸掉 因為重新回到藍綠兩邊去 所以你覺得他還會在漲還是 可是我認為 對於我們國民黨而言 我認為 我們可以把柯文哲的票吸回來 因為我們有 為什麼你笑 因為 他也吸不少藍的票 我跟你講講 柯文哲他的狀況選情好不好 從他臉就看得出來 他臉最近怎樣 他臉最近走路都輕飄飄要飛起來 都飛起來了 他說什麼德川家康的忍耐 就是因為他民調落後的時候 忍耐啦 他現在民調起來之後 哪裡忍耐 就一副囂張的樣子 之前不是在像蔡英文指針很爛 還笑我們郭董舔盤子 然後甚至他 很噁心 對 很噁心 甚至還對我們台北市議員 出言不遜 罵髒話 罵垃圾 他也堅持不道歉 就表示他的態度現在有多強硬 代表了他的基本盤是非常穩定的 因為他仿而不道歉 他更能夠去鞏固他年輕的基本盤 因為很多年輕的基本盤 實際上是不喜歡藍也不喜歡綠 他認為政客都是噁心 只有柯文哲不一樣 所以柯文哲現在又走回他的老路子 他又在打藍打綠墊高自己 對他而言這當然是他一貫的方針 所以我說國民兩黨現在非常重要的時期 如果國民兩黨他的初選 能夠穩定的下來 我們可以把票從柯文哲上吸走 可是如果不行的話 別忘記了 柯文哲現在擁有的 不只有他年輕選票 之後如果藍綠兩黨狀況太差 他還會拿到很多的賭籃票 可是我覺得我對國民黨失望了 我本來對你抱很大的期望 結果你給我這樣搞 算了我你可以給柯文哲試試看 民進黨的狀況也是一模一樣 他可能對蔡英文失望 對賴清德失望 任何一個失望 他覺得算了國民黨不投 他一定可以投給柯文哲 這就是目前柯文哲他打的方向跟算盤 他就是穩穩的走他自己 包括去日本參訪 到底有沒有對選舉有幫助 我認為對他也沒有差別 因為他現在就是要等 你說八月份會不會真的公佈他的結果 我認為都還未必 也不一定 還不一定 對 你說國民兩黨那個時候 是不是真的能夠搞出來一個結果來 都不知道 現在狀況就是你太早的 把你自己的牌量出來 你就會成為劍拔的對象 像民進黨現在找不到拔 因為亂七八糟 如果柯文哲很早就公佈了 柯文哲就會成為那個 就會變成霸 就會變成霸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現在非常的聰明 他絕對不會只會撒笑跟抓頭髮而已 在等啦 他就是在等 對 等你們搭到牌亮完之後 狀況好的時候他看怎麼講 狀況不好的時候 他就直接登高一呼 幫你收割 清理戰場 我認為柯文哲打了算盤 就是如此而已 不過我要請教這個大數據專家亞雲 就是說粉到底能不能動 我們剛剛講到說柯文哲的粉非常堅實 他真的有可能說到最後我還是會投給別人嗎 就是當派出一個 兩邊都派出一個 對年輕選票有競爭力的人出來的時候 這些粉會被瓜分嗎 還是說動不了 所有的粉都一樣 韓粉也動不了 柯粉也動不了 謝謝主持人 是這樣的 就是柯文哲從一二月到現在 一二三月大概都跟小英跟蔡柯涵 維持一個三足鼎立的狀態 可是自從郭台銘出現 然後賴清德出現之後 柯文哲就慢慢慢慢被擠到第五名 甚至到本週還被林常佐擠到第六名去 這個狀況是 大家都會用堅實啊 固定啊 穩啊 來形容柯粉 這一群對柯文哲穩定支持的存在 可是其實 由於他不夠前面 穩定卻落後的結果 反面話來解釋就是僵持 就是柯文哲能夠 所以他很難長大的意思嗎 目前 柯文哲一定 他能夠堅持在那邊 那一定是有做很多話題性的努力 可是從成果上 數據成果上來看 都沒有 目前都沒有長大的跡象 那或許這次出訪會是 一個另外創造話題的機會 那柯市長也很擅長 在網路上跟網友進行互等 或許這會是柯市長可以考慮的方向 浩宇怎麼辦 我覺得柯文哲大概他的支持度 就在20%的上下 就是如果換算成選票 真的嗎 你瞧不起人家 就是他的網路聲量 看起來大概就是在那裡 而且其實他網路聲量 雖然穩定 這幾週都非常非常的穩定 可是他的成長率 就像他講 沒有什麼突破 其實過去甚至是那個 過去柯文哲他的話題是 很熱門的時候 媒體會追好幾天 但你記不記得其實 其實上禮拜那個 丁守中的判決出來那天 那個判決的熱度 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 大家就不討論了 連媒體報導的都不多 隔天幾乎就沒有這個新聞 對 所以代表說 柯文哲他不只是在媒體上 失去了關注 其實他在網路上的延伸討論性 已經降低了 那雖然他所謂的科粉 還是非常的堅實 可是未來他要怎麼 從20%變25% 25%變30% 我覺得這才是他最大的挑戰 所以如果民進黨還是 照相的態勢 還是網路聲量比較好的 小英出來 然後國民黨還是 比如說像韓國一這種 還是有網路聲量的人 在佔著網路的聲量的話 對於柯文哲這種 很需要網路聲量 而且比別人更需要的 一個候選人來說 是相對不利的 所以我認為說他可能 要起來還是有很大的難度 因為他的門檻就在那裡 講到粉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這要請教雅雲 就是說韓國瑜他的粉也很堅實 然後韓粉也是到處 這個幫韓國瑜捍衛 可是他最近被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韓國瑜的臉書貼文的 按讚數明顯下降 那譬如說劉家昌是一個韓粉 然後所以他劉家昌會發文 挺韓國瑜 然後罵什麼馬英九 罵其他人 罵郭台銘 那可是這些粉 儘管劉家昌是一個韓粉 可是為什麼 在韓國瑜的臉書上面 按讚數降這麼多 其實這兩週 從上一週到這一週 其實韓國瑜都缺乏一個 主導整體社群話題的能力 那韓粉其實是一個流動的狀態 就像你會看到 其他候選人都有高高低低的漲跌 比如說柯文哲就很明顯 有高高低低的漲跌 可是韓國瑜好像一直都維持在一個 他只有左右移動的問題 沒有上下移動的問題 就表示說韓流是一個飄移的狀態 那當今天韓國瑜沒有辦法主導整個社群話題 反而被小英的同婚議題整個拉走 制霸社群的時候 他們很無聊 他們就會到處去其他社群裡面竄 所以才會導致 竄到了劉家昌 劉家昌這邊 然後進行 對馬英九跟郭台銘進行一個像聖戰的討伐 然後去捍衛他們的韓國瑜 所以他們在流竄到其他人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某種程度那些人也不用難過 因為他們也被提到了 他們也有曝光度了 就像馬英九對不對 馬英九已經很久沒禮他 沒有 我們要跟馬總統什麼事 奇怪 沒有 因為劉家昌在罵他 所以在這個禮拜其實 我們看到其實馬英九 還是在那個前20強的那個榜上 可能就是要謝謝劉家昌 雖然韓國瑜沒有 他的臉書上面自己的按讚是下降的 可是劉家昌連續發兩篇的相類似的文章 他的按讚數卻是差不多 留言數也是差不多的 這其實是一個很罕見的現象 其實很多耶 有在進行粉絲專業的 像浩宇可能就會知道 就是你連續發兩篇相同的東西 他的效果可能會落差很大 落差可能到一半或甚至三成 可是劉家昌這兩篇類似的貼文 都還是有按讚數據跟留言數據都差不多的情況 這很明顯是寒流流過來的結果 好 所以其實這個關於總統大學 到底這些粉到最後他們的動向到底如何 然後還有候選人本身自己對於議題掌握 議題設定的能力究竟是強是弱 這個接下來還有非常多的這個機會 可以好好的來檢視啦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說 那在這個禮拜當中 網友們最關心的三件事情究竟是哪三件 就是這三件事情其實是網友高度關心 點閱率最高的到底是哪三件 我們要來看看前三名 好 台灣網友最關注的社會及政治議題 第一個是622台中挺韓大會 韓國瑜確定參加 這個就是謝謝韓粉 因為韓粉應該都會去參加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 日期定在這個時候 好 第二個是 就是退降頻頻到中國聽訊 對這個過去其實有一些畫面 引起台灣社會非常大的反彈 像什麼吳思淮將軍等等的 他們因為去那邊聽訊 然後還跟著一起唱國歌 還起立之類的 所以現在我們修法要重罰大砍他的終身鳳 好 這件事情大家也關心 第三名是力挺 蔡英文連任 台南麻豆二十里長連署 為什麼麻豆的新聞 大家都會這麼的關心 我覺得這個新聞 其實有趣的地方是在於說 因為麻豆是台南最綠的一個區 那在這個區同時 他也是郭國文補選上立委這個區 那所以當這個民進黨的內部的爭奪 賴清德和蔡英文兩個人 內部的這個相爭越激烈的時候 麻豆有二十個里長連署挺蔡英文 這就感覺上好像有一些烟消味 戰火雲集的這個味道 不過話說回來 仍然是民進黨的部分 蔡英文和賴清德兩個人的內部相爭 我認為現在看起來 可能比國民黨的還要更為嚴重一點 因為這個中職會都已經這個開不太下去了 不知道下個禮拜的那個狀況會是怎麼樣 所以不管是綠營或者是藍營 我相信支持者都會期待說 大家吵架不用吵成這個樣子 畢竟都是同一個陣營的人 然後因為距離1月11號總統選舉也只有半年的時間 半年其實一眨眼就過去了 所以在這個半年之中的時間 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進行修復 初選打得越兇你修復越難 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在這邊東罵西罵的時候 其實都是讓下一個階段的工作變得更為困難 最後每一位來賓做個30秒的結論吧 我認為就是愛與包容 黨內就會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你真的很韓國瑜耶 我們這個都包括民進黨也是一樣 愛與包容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 千萬不要讓了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俞翁之力千萬不要發生這種事情 家瑜呢 我覺得初選的競爭都是良心的競爭 所以支持者也不用太過投入 然後變成說彼此攻擊 然後最後反而讓別人俞翁得利 確實我覺得唯有團結 民進黨才有機會勝選 浩宇 我覺得其實賴清德的參選 其實對民進黨是好的 雖然他現在可能看起來氣勢比較弱 但是我還是希望大家不要攻擊他 因為他其實也是一個為民主奉獻很多的人 那未來就是大家要團結 然後一起擊敗我們共同的對手 而且賴清德的確他個人條件 的確是相當的不錯 我覺得這幾個在檯面上的人來說 每一個人都是一時之選 每個人都有他的強項 色選時代 大家在網路上做的任何行為 都會被數據記錄下來 讓數據呈現更好的選舉細節 給鏡頭前面的觀眾 好 其實我覺得現在其實 某種程度是雙方都在盤整期 盤整完確定了之後 可能到了8月 會台灣政壇會是一個全新的局面 到時候又跟現在的狀況 可能又完全不一樣了 今天非常謝謝你的收看 下個禮拜五的晚上8點鐘 我們同一個時間再見 下個禮拜一會